各位企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 吴清源大师与乔本宇太郎 十番其较量的第五局 和第四局一样 本局依然是在京都进行 此前四局 乔本宇太郎已经以1比3的比分落后 前四局当中 乔本拔断两次直黑 本局由他直白 面对岩石般坚固不倒的吴清源 乔本宇太郎能否拿出 精勇果敢的斗志 扳回一局 我们一起来欣赏 直黑的吴清源大师 选择了星无幽角开局 白棋则应以二连星 下一手白棋分头 黑棋挂角 在左上形成了常见的星位定式 黑棋拆二之后 白棋下一手 选择了在左边拆边 但这手棋 普通情况下 是拆在中间星位的下方 但此时 乔本宇太郎有意变招 一来是觉得上方一带引人手脚 这棋子走在下方 有偏重 左下星位之意 同时 也有意走在高处 意图以模样 来限制黑棋取缔的策略 下一手棋 黑棋再挂 白棋则再次 下出了 罕见的招法 竟然直接 尖在了三三 AI认为 此时 白棋应该尖顶完之后 跳在此处 黑棋拆 如此 白棋再挂 或者点在 右上角的三三 这是AI时代的常见下法 但是 在当时那个年代 这手尖 有俗手嫌疑 因为帮黑棋边上巩固 同时脚步 还留有点三三 白棋很难下出手 而实战当中 白棋尖在三三 虽然看似退缩 但是胜率 也降了仅仅一个点左右 下一手棋 黑棋跳起 白棋再手 但总感觉 白棋这代的棋型 有些怪异 因为这颗子的位置 现在看来 明显的不如在 左边三线的拆 下一手 黑棋 稳健的在下方拆回 这样一来 一来 右边一代 黑棋随时逼住白棋 下方正式庞大 同时 左边 黑棋也 马上有打入的手段 但对于白棋来讲 尴尬之处在于 明知黑棋有可能打入 但这一代 却找不到一个 再补一手的好点 因为无论补在哪个地方 都略显重复 所以实战当中 乔布与太郎心一横 干脆 直接在右边拆边 限制黑棋下方正式 黑棋 马上打入 接下来 白棋面对这手打入 当时 观战的 加藤信 八段 给出了三种方案 一种 如果白棋在此震 黑棋飞完之后拆 这个结果 与接下来中央的靠出 和边上二线的飞 建合 白棋 实地损失惨重 而外围 白棋并不够厚 而且上下都有黑棋 白棋 外围也难以发挥 所以这个图 白棋不满 第二种方案 是他认为 可以坚冲在此处 但这样 黑棋靠完之后 虎出 腾挪起来 也不困难 这个结果 白棋也没有把握 第三种 是实战当中 乔布与太郎的选择 白棋选择靠压 黑棋搬出 白棋长 黑棋再长进去 这样 黑棋也达到了 破空的目的 而AI在这个地方 给出的是第四种选择 AI认为 此时 白棋只有忍耐 一选 是奸在此处 黑棋如果逃出这颗子 白棋根只进入 中复作战即可 而AI给出 黑棋的建议 是回到右边这一带 碰在此处 最大限度的 扩张上方一带的阵势 同时 加固自己的右上角 这样 黑棋的胜率 有94% 实战当中 白棋在此靠压 黑棋的胜率 却进一步攀升 此时已经超过了95% 下一手棋 白棋挡住 黑棋选择了 横顶的下反 这招棋也可以考虑 直接在二线下不飞 黑棋只要坐活 即可确保优势 但是 实战当中 吴大师有更高的追求 黑棋顶在此处 一来要活棋 同时 还想在这一带 出头 分断白棋 下一手 白棋长出 要求封锁黑棋 黑棋搬完之后 在二线虎住 寻求掩位 此时 常见下反 是白棋在此打吃一下之后 拖先 比如说 回到 右上挂脚 这个也是眼见的大场 乔本宇太郎 不可能不知道 这样的下反 但实战当中 白棋却没有去打一下 先手便宜 而是 直接在上方逼住 那么这一代 白棋也是另有深意 这手棋 逼完之后 一来 以后将产生 二路点的 搜根攻击手段 同时 这一代 白棋有意不打 使得这两颗黑子的 气 变紧 对于防止 黑棋在这代出头 也有帮助 那么 接下来 既然 白棋不打 黑棋 马上在边上 虎了过去 白棋挡住 黑棋 则从中央跳出 这是当初横顶 已经预定好的手段 这一代 如果黑棋 不去走的话 比如说 黑棋 拖先塌头 那么担心的 是白棋 打吃完之后 再次拐住的下法 这样由于 此前 白棋 保留了这下打吃 以后 黑棋如果冲 白棋挡住 这一代的断 很严厉 整体的黑棋 还没有活进 这样 白棋 封锁住黑棋 是黑棋的理想图 而实战当中 黑棋不甘示弱 再次跳 出头 白棋下一手棋 尖 也是有不得已的苦衷 从全局来看 白棋当然很想抢到 右上的挂 这是关系到 双方跟军地的要点 但白棋所担心的 是此后 黑棋挤在此处 整体左上的白棋不活 乔布与太郎 对于吴大师 强大的中盘攻击能力 也有所忌惮 所以这个图 白棋没有敢选择 很多喜好战斗的棋友 可能会想 白棋为什么不直接 冲断 封锁住黑棋 如果这个图成立 白棋当然满意 但是现在走 黑棋打完之后 尝试先手 左上的白棋 依然没活 白棋团在此处 黑棋可以马上 冲完之后 在左边 搬了虎活棋 这样我们看到 以后 中央白棋 留有断点 这一代白棋的味道极恶 同时 黑棋在上方的退 还是先手 左上的白棋 还要面临黑棋的搜刮 这个图 白棋的冲断 并无所获 如果白棋再次补一手 被黑棋再逼住 那么 白棋反而是搬起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 所以实战当中 考虑到这两点 最终 乔本与太郎 选择了 肩在此处 补齐的下法 黑棋也没有急于沾 而是非常机敏的 在右上 掀手脚 逼住白棋 白棋跳出 黑棋再沾回 下一手 白棋正在此处 这手棋一来 联络自身 封锁黑棋 同时 这部点 变得更为的严厉 黑棋也马上补齐 先在此跳 继续威胁 再次扳 封锁左上 白棋的下法 以攻为首 白棋 接下来尝出 黑棋再后 使得尖一手 这样 黑棋在上方 搭成了坚固的堡垒 白棋的攻势 被化解 得到先手 下一手棋 白棋选择了 从下方打入 再度求战 但乔本与太郎 局后 对于这手棋 却是非常的自责 他认为 白棋应该高一路 打入在四线 如果黑棋 还是扎钉 在此固守边控的话 那么白棋就可以脱先 高一路 这颗白棋的出路 会增加很多 下一手棋 白棋二五千分 破坏 黑棋的右上角 才是当务之急 黑棋在此靠下 白棋挖 黑棋如果从里边打 这个无疑是被白棋便宜了 所以黑棋一定是从外围断打 白棋常出 黑棋再爬 白棋打完之后 打吃先手 下一手棋 一来白棋可以选择爬出 黑棋立下 白棋打了之后跳架 这样 虽然黑棋得到脚地 但外围白棋变后 这一代白棋的潜力增加 白棋比实战要好 或者 乔本与太郎还曾经构思过 直接在此搬 做活的手段 黑棋打吃 白棋打 黑棋提 白棋一虎 脚步也可以活棋 外围黑棋还留有断点 那么 AI在这个地方怎么看呢 AI认为 右上脚 确实是当务之机 白棋的这手打入 应该直接 在右上行棋 比如说 再次挂脚 或者 二五亲分等等 那我们继续回到实战 实战当中 白棋打入 黑棋 扎钉防御 现在由于白棋位置较低 不得已 白棋只好逃出一手 而黑棋则非常机敏地 刺一下之后 即巩固自己的无忧角 同时又瞄着切断 左右白棋联络 白棋 粘住变重 黑棋 马上回到右上 小尖 守住了脚地 局面进行至此 吴大师处处料敌机先 展现出了强大的判断能力 和控制能力 两位棋士的棋 从对局进行的表面来看 平平淡淡 但棋士每手棋 都暗藏杀机 十分激烈 精彩 黑棋快速地守住右上角 实地之后 白棋的布局策略 顿时有了挫败之感 乔本与太郎沉思片刻之后 重新调整了全局的战略部署 他此时察觉到 必须要冲击黑棋的薄弱之处 才有获胜的可能 占据全局的主动权 然而 吴清源已经摆下了乌龟大阵 现在 全局能够撑上薄弱的 只有下方的这块棋 实战当中 白棋在下方打入 而吴大师的应对 依旧沉稳 黑棋唬在此处 白棋 下力 黑棋上边搬住 白棋长出 黑棋搬过即可 白棋的攻击 并没有实质性效果 现在黑棋的胜率 还是96% 盘面领先巴姆 那么AI认为 白棋在这一代 最大的大厂 是打吃一下之后 在右边 直接拆边 如果一定要进来 AI给出的选择 是在这个地方点一下 黑棋如果沾 那么白棋无疑是便宜了 以后还有二路飞的手段 而黑棋也有好手 此时黑棋可以唬在此处 白棋在飞下看似严厉 但黑棋唬是先手 白棋在搬的时候 黑棋压住 确保联络即可 白棋拖是局部手机 黑棋如果搬 白棋可以再次唬 这一代有冲出 右边黑棋有断点 但是黑棋依然可以 在这一代保持联络 白棋即使连回 黑棋外围变后 白棋也不便宜 而且脚步以后 黑棋随时有打了之后 立下搬 作截等等的手段 所以这个图 胜率差别也不是特别大 我们继续回到实战 实战当中 白棋在这一代 打入进来 被黑棋防住之后 乔木与太郎 只好再度回到右边 拆二 抢占了最后的打场 下一手 黑棋再次飞出 一来进攻三颗白子 同时也有惊吞 当初打入这颗白子之一 白棋 正在此处反击 威胁在脚步靠的腾挪手段 黑棋实际上 此时直接穿向眼作战 也无不可 白棋如果冲 黑棋挡住 白棋再断的时候 黑棋可以飞在此处 白棋吃 黑棋贴回 这样的一个结果 虽然黑棋在这一代略有所得 但是这三颗子的处境 却愈发的威胁 然而实战当中 优势下的吴大师 下的更为的老烈 黑棋没有强攻 而是先在二路肩 再补一手 巩固脚地 白棋也肩在此处 一来防止黑棋在这一代 以后的官子搜刮手段 同时也瞄着脊在此处 封锁黑棋的反击方案 如果黑棋打吃 白棋可以作截抵抗 但实战当中 吴大师守了一手之后 率先发难 下一手棋 黑棋穿出作战 白棋冲必然 黑棋再挤 白棋再断的时候 黑棋面临选择 此时 如果黑棋退让 粘在此处的话 胜率将跌20个点 这样 白棋厚实地吃住这两颗子 不仅处理了下方的孤棋 而且这一代 白棋收获极大 但吴大师再次 展现出了其精湛的判断能力 从这部穿向眼开始 此后将近20手棋 吴大师的招法 全部都是一选 下一手 黑棋直接断吃转换 白棋再冲 黑棋退 接下来白棋再冲的时候 黑棋直接 提吃了这颗子 虽然看似白棋立下 这一代 白棋有所斩获 但是边上 白棋也损失惨重 后保 发生了变化 而且黑棋的两颗残子 并未死尽 利用这些残子作战 正是吴大师的拿手绝火 下一手棋 黑棋再次压出 威胁 空中两颗黑子的出动 白棋 搬反击的时候 又遭到了黑棋家的 妙手袭击 现在 白棋不能退让 否则这一代 如果被黑棋先手打到 那么整个右边的白棋 将出现问题 同时 中央变后之后 上方向眼 穿出的手段 也非常严厉 如果白棋 中复的潜力尽失 实地上 黑棋又领先 这盘棋将 再没有 任何机会 所以实战当中 乔本宇太郎 长出反击 也是必然的一手 黑棋 自然是愉快的粘住 白棋 现在 如果不断的话 那么黑棋挡下即可 左右的白棋 无法联络 实战当中 白棋也下出了桥手 下一手 白棋从二路飞 这样 如果黑棋断 白棋挤在此处 可以确保 下方的活棋 死活 和局部计算 是乔本宇太郎 擅长之处 那么 黑棋如果不断 而是 连回这颗紫的话 白棋可以挤在此处 下方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 实战当中 黑棋也没有在下方动手 下一手棋 黑棋厚实的 在中央 粘回了三颗子 继续瞄着此处以后 种种的手段 白棋 接下来 逃出这颗子 要求封锁黑棋 黑棋 冲 给白棋制造断点 白棋打吃 黑棋粘住 接下来 白棋从外围不断 黑棋在下方冲完之后 先手肩定型 白棋粘住 下一手棋 AI的推荐 是黑棋 在脚上 自补一手 这样非常厚实 准备对外围的白棋缺陷 发动冲击 但吴大师的下方 也是好棋 下一手棋 黑棋直接跳入中央 胜率和这个党 不相上下 这手棋 一来走上自身 防止这颗白子出动 同时也有限制 白棋日益膨胀的 中复潜力之一 而至于脚步的这个手段 由于边上黑棋有靠 并不担心 所以实战当中 乔布与太郎意识到自身 骑行薄弱 下一手棋 白棋并在此处 补一手 黑棋再回到脚步补住 白棋扳 黑棋挡完之后 再次并住 这样 局部暂时告一段落 整体的战斗 这个转换 黑棋便宜 现在黑棋胜率98% 盘面已经领先11目 接下来意识到 形势危急的 乔布与太郎 下出了抢手 下一手 白棋从二路飞 这也是AI的推荐 这手棋一来 在抢关子 继续为控 同时 也随时准备侧应 白棋这颗残子的洞出 黑棋此时挡住 白棋有再次跳出的下法 一来 威胁接下来跳入 由于这部病 有几过的先手 那么 这一代黑棋会出现问题 但是AI认为 黑棋 虎过即可 也没什么大不了 虽然这一代白棋有冲断 但是黑棋要处理这块棋 并不难 因为白棋自身 实在是太薄了 这个棋 黑棋攻过来 白棋自身逃出 黑棋在中央联络 或者做活 都不困难 实战当中 黑棋选择了更为坚实的下法 也没有任何问题 下一手黑棋压在此处 白棋马上在此出动的时候 黑棋就老练的搬过了 白棋接下来在中央再跳一手 继续威胁黑棋断点 如果黑棋再次补齐 白棋考虑在这一代强行靠住 唯空的下法 搬我就断 打吃就尝出 这一代是白棋最后的希望 但是吴大师在关键之处 一步不退 下一手棋 黑棋直接跳进了白棋阵中 现在白棋也别无选择 箭在悬上 只好强行将黑棋冲断 但这个作战遗属勉强 下一手棋 黑棋再次靠 白棋如果从左边搬 黑棋长出即可 一来下方白棋还有断 二来 左边的援军近在眼前 中央的眼位也有所增加 这个图 白棋已经无法进攻 所以实战当中 尝好了二十分钟之后 乔本羽太郎选择了在右侧班 最严厉的下法 但黑棋断 白棋自身太弱了 乔本羽太郎虽然有心杀敌 但形势已无力回天 下一手棋 白棋长出 继续硬撑 黑棋打吃 白棋长 黑棋再次贴 这样双方再度形成转换 下一手白棋冲的时候 白棋在中央有所斩获 但黑棋先手 吃住了白棋的三颗子 这个转换 黑棋还是再度便宜了 现在黑棋胜率99.5% 盘面领先15目 关键是 黑棋先手在握 下一手棋 黑棋再次靠 限制白棋中央 这也是全局的最后一战 白棋现在没有马上应对 而是选择了先点在三三 试探应手 企图浑水摸鱼 AI此时霸气的 给出了班的下法 即使让白棋在脚上活棋 只要外围 白棋潜力尽失 黑棋还是打油 但吴大师的下法 更符合我们人类的心理 迎棋不闹事 下一手棋 黑棋挡住 白棋如果顶 黑棋挡 白棋班 看似愉快 但黑棋团 接下来白棋再搬 黑棋搬完之后 虎在此处 虽然以后 脚上 白棋还有爬完之后 二路翻打的 棺子手段 但是 中央白棋的潜力 化为乌有 这盘棋也随之结束 所以实战当中 黑棋挡住之后 白棋没有敢于出洞 脚上这颗子 下一手 白棋再搬 这样 如果黑棋长出的话 白棋再横顶 那么接下来 这一带又冲出 点 等等的骚扰手段 脚上 还有二路般的 棺子便宜 但吴大师的应对 非常沉稳 下一手棋 黑棋 单退 白棋再长出 黑棋 从边上 夹过来 如果白棋挡住 那么黑棋 先手打完之后 再从中央 轻销过来 白棋 形势 依然是危机 实战当中 白棋顾不上 这颗子 下一手 直接再次飞风 而黑棋 接下来 次序井然 先在左下扳 跟白棋的段 做交换之后 接下来厚实的 吃住了这颗子 白棋打吃 黑棋就粘住 黑棋胜率99% 盘面领先12亩 下一手 白棋再上方点入 黑棋依旧退让 挡在此处 白棋 接下来再爬 黑棋搬住 而白棋也没有再硬 下一手棋 在左上打吃 黑棋站住 从这几手来看 白棋似乎在调整心情 接下来白棋 在中央自补一手 这是最后的陷阱 那么 如果黑棋 现在直接抢收关子 比如说爬完之后 吃住两颗子的话 那接下来白棋 这不断 是异常严厉的 这个地方有冲出 而黑棋如果站住 由于白棋 一人自补 接下来白棋在此强行 冲出的时候 黑棋已经无法 再困住白棋 你挡住 白棋可以直接断 这样你长出 打完之后 白棋一沾 局部黑棋只有两棋 白棋三棋 这个黑棋不行 而如果黑棋退的话 白棋冲完之后 再次断 原本没有这颗白子 黑棋可以在此打完之后 连续冲出长棋 但现在 这种手段也不复存在 同时左边还出现了断点 这样将给白棋机会 但吴大师 不会被这种小的陷阱 所骗到 下一手棋 黑棋先手 在中央顶了一下 补助断点 白棋再挡住 接下来 黑棋沾先手 白棋沾 下一手 黑棋回到脚上 爬完之后 吃住了两颗白子 就在观战的众人 等待着乔本羽太郎 再次释放胜负手的时候 对局势中 却发生了离奇的一幕 只见此时 乔本羽太郎 突然向吴清源 弯腰势力 吴清源也马上还了一力 然后两人就直起身子 漠然地端坐在棋盘两侧 不在动态 观战众人还没弄明白究竟时 其已经在这种微妙的方式中 结束了 面对乔本羽太郎 淡薄的认输方式 不由令人对他这种清爽的人格 产生了好感 此时 盘点下来 盘面 黑棋已经有十目以上的优势 对于顶尖职业高手而言 全局黑棋后市 白棋想要翻盘 已然回天法术了 本局令人意外地 在午餐后不久就结束了 黑棋用时 仅有一小时25分钟 白棋用时三小时12分钟 双方用时加在一起 也只用了四小时37分钟 可见这两位同门师兄弟 都是喜欢下快棋的棋士 至此 吴清源在十番棋当中 以4比1的比分领先 乔本宇太郎面临着被降格的 严峻的局势 在这场打入十番棋 第5局结束之后 乔本宇太郎身体状况不佳 因此提出 严期举行后续的对局 吴清源爽快答应 但与此同时 吴清源自身也面着问题 西光尊原本对于这次十番棋 寄予厚望 希望能够有助于他 宣传推广自己的西语教 但实际情况是 虽然吴大师获胜 但并没有给他带来 预料当中 众多教重的投靠 因此他对于十番棋的 兴趣也越来越低 此时他只顾自己 活动日程的方便 并不再考虑 十番棋的日程安排 使得第6局的赛期 总得不到确定 因此一直拖了 10个月之久 之后才进行了 第6局的较量 那么接下来的第6局 到底是吴清源大师 再下一程 将乔本与太郎降格 还是乔本与太郎 绝地反击 挽回自己的颜面 我们下盘棋 再和大家分享 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